隔壁活了99岁的王大妈 告诉我的几个生活小喵招 学了婆婆都说好 在家就可以横着走了 1.准备炒一个凉拌黄瓜 结果把手切流血了 看到刚刚吃剩的水煮鸡蛋 顺手撕下鸡蛋壳上的薄膜贴在伤口上 30分钟后 伤口就愈合了 2.在砧板上铺一层保鲜膜 刀上干辣椒 用保鲜膜将它包住 再用刀切 且快速还不落手 妈妈见了都忍不住夸你是个大聪明 3.这位美女光顾着低头看手机 结果一脚踩进了冰冷的水坑里 这也太酸爽了 脸都差点都冻歪了 她赶紧坐到旁边的凳子上 从包里拿出昨天没洗的袜子 和一个塑料袋 再脱下石头的袜子和鞋子 先穿上干袜子 再将塑料袋包住脚 外面再穿上丝袜子 接着把鞋子穿上 这样就能暂时对付一下 坚持到家换鞋子了 4.凤梨用刀切你就out了 将凤梨的天灵盖去掉 你就能一半一半掰着吃了 如果吃不完 保存起来还特别方便